今天再一次欢迎大家 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法会 我们这个法会是以法相会 所以我们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些 佛法的基本的理念思想 今天我选择的题目是 真正的竞选 我当初选这个题目 是因为正好台湾在竞选 总统竞选 竞选的过程非常的紧张 我说竞选那么紧张 很辛苦的 接着是其他地方竞选 埃及在竞选 现在今年美国总统也在竞选 欧巴马要竞选第二任 那另外一位 Ron Ramney就在竞选 做这个总统 所以呢 我每一次打开这个收音机 或者听电视的新闻 我常常呢 在接触这个竞选的消息跟新闻 有时候呢 也从这个竞选的过程之中 看到竞选的很多不同的状况 我觉得呢 民主社会的这个竞选呢 是一种算是比较好的制度 这个制度里面呢 他考虑到人有私心 人会自私 而且这个人呢 会有贪心 人会犯错 因为人有自私心 人有贪心 人有犯错的可能 所以他就设计这么样的一个制度说 用人来跟人比较 用人来替换人 所以呢 以人来对治人的毛病 好了 大家就竞选 那原则上呢 我们的希望 有能者居之 选贤与能 这个是一个目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世间上的 这种竞选的活动里面 因为呢 本身参加的这个人 有竞争心 比如说我们现在 要不要选美国总统啊 我们大概都没有想到说要去选总统 我们自己也不够资格 不在美国出身 所以呢 想到美国总统的这个职务 这个职位呢 我们有竞争的心 那就没有事 但是呢 有人要竞选 各位看到 共和党初选的时候 很多人出来 一出来呢 人人都想当选 至少呢 能够被这个党要提名 因为有竞争的心呢 我们就发现说 在竞争之中呢 有很多不同的现象 有的人 有能力 又会说话 会演讲 会表现 也很好 但是有的人呢 可能没有能力 不过很会演讲 他就 给这个选民 一个好的印象 有的人呢 是有钱 有名 也占了便宜 我最近呢 听 这个一些 政论家的评论 他说 你没有一百万 两百万 你千万不要想说 要选国会议员 他那个职务呢 是跟你的资金 你的竞选经费有关系的 你有那个钱 你才可以有 当选的这个机会 你没有钱呢 很难 再来呢 就是你有名 占便宜 如果说 某某家族 本来呢 他们在政界有名啊 那后代出来 竞选呢 占了便宜了 当然呢 这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 人的问题 我们为了当选呢 可能不择手段 这个也是政治上的 一些现象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 我们是不是 也有竞争的 这个心理呢 其实 我们人啊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我们在生活之中 只要跟大众在一起 只要跟我们周围的人啊 少少有些地方 我们想比较一下 或者是说 我们有优胜的心理 我希望呢 我能胜出 我能够高人一等 胜过别人呢 我们就会有竞争的心 或者是说 我们不想 这个低过人 不想呢 在别人面前啊 这个输掉 甚至呢 我们玩什么游戏 我们都想说 要赢 我们不要输 所以基本上呢 人都会有一些竞争的心 有的人 当然 现实上 逼着你要找工作 你要找工作 如果说 有一百个人 要求这个职务 难免会有竞争的心 我希望呢 我能够被老板录取 如果我做一个工厂事业 我也希望我这一行 能够胜过别的行业 胜过别的人 另外呢 为了爱情 为了人跟人之间的一种 友谊缘分 我们难免呢 也会竞争 我最近呢 觉得你对那个人比较好 你对我不太好 我们就会有一些心理说 我这个朋友啊 本来对我很好的 为什么最近呢 他经常跟那个人出去吃饭 我约他吃饭 他说没有时间 我们就会有些比较了 我们也会有得有失 患得患失的 这种心理 我听了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 一个女孩子 被两个男生在追求 他们都在读大学 一个女孩子 两个男生要追求 这两个男生呢 知道对方是谁 那每一个人呢 都想尽办法呢 要讨这个女方的欢性 据说每一次要上课 还是说知道女方呢 有一丝要出去吃饭 两位男士呢 就想尽办法 早一点把车开到 他的门口 有一次呢 两部车都到了 那女的一看啊 两部车都来了 这个怎么办呢 有时候呢 也会有这种现象说 为了追求感情啊 我们也会竞争 当然 为民为权 我们世间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 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在这个桥界 我们有多少人 人数不是太多 就几万人 但是呢 我有一次请教我们的处长 我说处长 我们社团里面呢 到底有多少组织 多少机构 多少团体 啊 法师 很多啊 我记得不太清楚 可能有两百多个 两百多 两百多社团 我说为什么 要有那么多的社团呢 这个人员从哪里来的 他说法师 有的是一个人一个团 一个人一个组织 我是 比如说台湾来的 我是哪里的工会的负责人 那我就说 我是工会的主席 其实呢 我们就是 立一个名目 我是主席 我是会长 目的就是 希望呢 自己有一个名誉 在那个地方 所以人世间呢 我们在看这些种种的现象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 为民为权呢 我们会想尽办法 让自己出名 让自己得到权力 要出名 要得到权力 选举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竞争 希望自己当选 好了 佛教里面有没有这个竞选的观念呢 我看了一个地方呢 那个是唯一的一个名称 是佛教里面 把这个选字放到里面去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的郊区 参观戒台寺 戒台寺 受戒的戒 台湾的台 戒台寺 各位从这个戒台寺的名称里面呢 你就了解说 这个是让出家师傅 登台受戒的一个地方 叫戒台寺 戒台寺 据说呢 早期是清朝的公亲王的家庙 我呢 就是大概这样子 了解一点这个历史 那个叫戒台寺 我进了戒台寺之后呢 我到里面去参观 那个戒台 戒台很满高的 你真要 让三思七正 为你证明在受戒 你是要上台 接受这个戒法 那我在看到那个戒台 上面高高的挂着一个扁 上面写了三个字 选佛场 人成佛的地方 选佛场 是说我们今天受戒的目的 希望呢 有一天能够成佛 能够觉悟 所以这个戒台呢 就叫选佛场 是真选成佛的人 的地方 上台受戒的人呢 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特别是 这些人已经出家 发心受比丘界 受菩萨界 将来呢 可以有这个成佛的可能 所以叫选佛场 好了 这个是佛教里面 唯一提到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地方 下面呢 我利用一些时间 跟大家谈一谈 今天我的几个重点 我们有没有深入的思维 当我们听到竞选这个名词的时候啊 我们有没有深入的思维说 我有没有竞选的心 这是第一点 我们常常觉得竞选是在外面的 是团体里面竞选 社会里面竞选 国家政治界里面竞选 我们有没有深入思维说 我内心里面 有没有这样那个竞选的心理存在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 自己有竞选的这个心理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 利用这个竞选的心理 来利益自己 升华自己 那这个是我今天 首先要把这个竞选的观念啊 我们整理一下 把它变成我们修行 学佛 或者是说升华人格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说存世俗的 我们要跟别人竞争 所以第一点呢 我这一次的讲义后面呢 有把它写出来 请大家看 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竞选呢 第一点 是要从自心的各种念头之中啊 选出有益的正念 从自心中的各种念头 选出有益的正念 其实人呢 要选择的 要选择 人生如果说不能选择呢 是没有智慧 所以呢 如果你查佛学次典啊 什么是智慧 所谓智慧呢 叫折法力 选择 善法的力量 折法力 如果一个人呢 没有选择善法的这个力量呢 这个没有智慧 所以智慧是辨别是非 折法的一种能力 叫折法觉知 我们早晨醒来之后啊 如果你有机会啊 其实不妨呢 偶尔少少静几分钟 或许呢 没有事情 可以休息一下 或许呢 你觉得累了 你就坐一会 当你静下来的时刻啊 你不妨呢 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 其实 各位知道吗 我们看到世界那么纷乱 伊拉克还没有安定 现在这个叙利亚又在战乱 这边有天灾 那边有人祸 我们以为世界很乱 我们看看我们的内心 我们从早到晚呢 我们的念头不断的 如果说我们起来之后 我们的念头都是有益的 那也很好啊 那个不怕 那个很好的 但是呢 仔细地观察之后呢 有的时候我们的念头 不见得好 那个人呢 怎么那么不好啊 我心里面放不下 有的时候 心里面有些不平 我们的贪嗔痴 就随时会发作的 因此呢 各位 有没有给自己呢 好好地思维一下说 我在日常的念头 不断地生起之中啊 我是不是应该有一种 选择的能力 把一些好的念头保留下来 把一些不好的念头呢 把它 这个抛弃 如果说你有呢 那就是 佛教的修行的一个基础 如果说我们没有呢 那各位就要 了解一下说 我们这一步啊 应该怎么开始 人对自己的念头 没有抉择 没有选择 其实呢 是一个弱者 是一个没有智慧者 我们应该呢 有选择的能力 这个也是为什么 佛教一直希望大家 听经文法 同时念佛参禅的一个理由 因为听经文法 本身就是抉择的一种 这个培养 我们念佛 我们选择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不要别的杂念 也是个选择 我们打坐观想 也是在选择 我们要有正观 不要有不正观 我们观慈悲许舍 那这个就是正观 我们不要观称恨嫉妒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所以呢 今天我觉得 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竞选呢 是应该从自心中的各种念头里面 选出有意的正念 不要一直增加我们无意的不正念 今天早晨呢 我在翻资料的时候 发现呢 有一份那个香港的居士给我传来的一篇短文 我一直没有机会呢 这个看 瞧不瞧呢 他这个题目呢 是叫宽恕是一个选择 宽恕人呢 原谅别人是一种选择 我一看了这个题目啊 跟我讲的今天这个主题呢 很配合啊 我们有没有想过 当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这个也是人自然的一种反应 你生气之后呢 你是不是这一辈子就是要生气 对这个人永远不能原谅 不能宽恕 如果你一直在生气呢 他里面说你会伤害自己 结果是你自己吃亏 你自己呢 受到这个折磨 反而对方 没有似的 你生气他不知道 特别是他跟你不在一起 生气是自己折磨自己 所以他说 人呢 应该要选择宽恕 我把里面的一段呢 稍少念一下 我觉得有些地方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维一下 他说不宽恕别人的最大心结 为什么不原谅别人呢 是觉得不公平 是觉得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对我不好 尤其当对方没有回忆的时候 我们特别不能宽恕别人 其实宽恕的真正意义在于 即使犯错者没有回忆 你也选择去放下怨恨 很少人真正可以做到因爱你的仇敌而宽恕 而一般人要学习宽恕呢 其实是为自己好 意思是说 我们还做不到大菩萨那种忘我的精神 我是爱护众生 所以我宽恕对方 不是他说 其实宽恕呢 是要对自己好 还是为了自己 这是因为不宽恕 会令自己双重受苦 先因别人的过犯受创 别人犯了过失 我们受到伤害 聚恶呢 因坚持 等一下啊 这个广东字啊 那个 这边一个男 中间一个女 这边又一个男啊 捞就生气 捞搂 生气 因为呢 因为坚持自己的捞搂 生气 而再次受伤 所以呢 宽恕不在乎 加害者是否已经道歉 或回转 而可以是从治疗 自身 伤痛 做出发点的一个 刻意选择 从这个角度看呢 纵使自己的负面感受 由他人做成 我们却可 不再由他人去主宰自己 而是自己主宰自己 我决定呢 要怎么样改变自己 做回自己的人生的主人 若你因坚持愤恨 而令自己继续受损 那即使说 犯错的是他人 是他 受罚的却是你 犯不着这样子 丸子给板 丸子给自己 这个折磨了 好 我呢 今天问一下 你要选择愁眉苦脸 还是要选择微笑 你自己决定吧 你要选择放弃 还是要选择坚持 做事总是有困难的 一有困难的时候 你要选择坚持 还是选择放弃 你是要选择发菩提心 还是说永远做凡夫 你是要选择珍惜因缘 或者是浪费因缘 你要选择乐观 还是说 你要选择负面的思维 这个呢 大家自己选择 我呢 很多年前呢 我拿了一次罚单 我开车三十一年 拿了三张罚单 第一张罚单 有点 有点不平 我觉得冤枉了 五十五卖 我才超两卖 还有五十七 那是很早以前的 怎么警察就给我开个罚单 而且我是去监狱部教 监狱红阀回来 为社会服务 怎么还可以给我开罚的 所以那时候心里有点不平 不过警察下班呢 要多收一点钱 这个还是给我开 第二次呢 是跟人家讲话 新车我不熟 那个油门一加就很快 不巧了 警察就在旁边 在奥斯林的附近 那一次呢 我就好一点 警察跟我讲说 我已经到七十了 那个时候还是五十五 我说警察先生 谢谢你 第三次呢 是在修斯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又拿了一个罚单 那天拿了罚单之后啊 我觉得警察对我太好了 因为呢 我在观想的时候啊 我觉得是警察是为了维持交通的安全 为了我的安全 在大太阳下面呢 执行任务 看到我车子啊 可能超速的时候呢 他把我拦截下来 给我一个罚单 让我呢 重新的去上课 了解交通安全的知识 所以那次呢 我拿得很欢喜 而且果然呢 从此就不再拿罚单了 我到现在呢 开车我上路很仔细 很小心 我觉得这个要自己想办法呢 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呢 像这种事情 你要正面思维 还是负面思维 你自己选择 好 第二呢 什么才是人生的真正竞选呢 我的看法是 把人与人的比较心 转成于古的看齐的志愿 或者是说 向有得者 有为者 看齐的一种志愿 上一次呢 各位记不记得 格言连弊里面有一句话呀 不让金人啊 我今天跟现在的 我身边的人啊 我不让他 不让金人 世卫无量啊 没有度量啊 我要跟你比 不让金人 世卫无量 不让古人 世卫有志 我要跟贤壮大师比 我要跟孔老夫子比 你那是有志啊 你说我做人处事呢 我跟孔老夫子比 我红发绿生呢 我要跟贤壮大师比 那个不一样的 那是一种嘛 景仰 当然呢 我们不一定要跟古人比 跟金人 现在有德的人 有为的人 跟他看齐呢 也是一种鼓励 我去台湾之前呢 我在缅甸的这个道场 出家多年之后 我发现我不喜欢 那个道场里面的这个仪式 太多仪式 特别是烧香的这一种环境啊 我特别感觉不舒服 所以呢 我心里面呢 就觉得我要不要长期出家呀 我妈妈呢 她也跟我讲 你一定要去台湾 不过呢 你去台湾之后 你要出家不出家 你自己决定 只有我姑姑呢 一直告诉我 一定要出家 一定要出家 我那时候呢 十四五岁 正在呢 等于说思维 等于说我要不要出家 的这个 想法的时候呢 我终于呢 有机会到了台湾 我去台湾的第二天 我到南头 水里连音寺 见到 蔡米老法师 我一进连音寺的时候呢 我发现 哇 连音寺里面呢 一尘不染 清净庄严 很有规矩 啊 我说这个是我要的环境 我很喜欢这种环境 清净庄严的道场 我很喜欢 第二呢 我跟这个 蔡米老法师顶礼 顶礼老法师 我看呢 老法师 威仪庄严 非常非常有修养 有修行 我顶礼完之后呢 跟老法师 坐了几分钟啊 听他说说话呢 我心里面就说 我出家呢 目的就是 希望有一天 自己能够要这样子 住这种地方 跟老法师一样 威仪庄严 所以呢 那天顶礼完之后呢 参与老法师 变成我心中的偶像 那也因为如此呢 我打消其他的念头 我就要继续出家 等到十七岁的那一年呢 因为已经更明白佛法 什么是佛法 已经更明白了 所以我就发愿说 我要弘法 不过当时要弘法呢 也不是这种弘法方式 我希望呢 翻译佛经 我很怕群众 人多的地方 我不习惯 后来来到德州 我们修士顿之后啊 我就被逼着呢 改变自己 好了 今天我就留在这边 跟大家节约 所以人生呢 我们有很多的阶段 我觉得我们心目之中呢 应该有一些 我们要看齐的对象 可能是古人 可能是金人 如果你要研究佛法 你不妨呢 把应顺老法师 当成是你的偶像 我们要学他 深入精障 智慧如汉 好 第三 把竞争的心呢 进化为正经济 广修福慧 有人说佛教徒很消极 不够进取 有时候我也觉得说 我们不跟世俗人争执的时候呢 我们固然是有自己的一些原则 但是呢不能说因为呢 我们不去增值 而放弃我们的精进力 我们应该呢 把我们的竞争的心 进化为我们的精进力 特别是正经济 这个是我今天最后要强调的一点 一个佛教徒啊 如果说我不竞争 然后同时呢 我就没有正经济的力量啊 这不是修学佛法的态度 佛教里面呢 你看 讲六度一定是有精进 讲八正道一定是有精进 没有精进不能修的 所以整天放异的过日子 无所谓的过日子 毫无目标的过日子呢 这不是佛教徒的态度 我们应该要争取一切因缘 这个以生恶要另断 为生恶另不生 这个为生善呢 应该生长 如果说以生的善呢 应该 为生善应该令他生 以生的善呢 应该要给他增长 就是四正情 四种精进 今天呢 我准备了一份讲义 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来看看这份讲义 那第一段呢 我是折禄圣言法师 他写的一本书 叫工作好修行 从这里面呢 我折禄了其中一段 那这一段呢 应该还有个题目 他们没有打上去 我们就把它读一下好了 一般人所了解的竞争 就是要把别人拥有 而自己没有的东西 抢夺过来 让他变成自己的 但这是动物性的竞争 人类的竞争应该是 如果自己没有 就要另外想合理的办法拥有 而不是去抢夺别人的努力成果 非但如此 还要设法让大家都能享有 甚至拥有更好的东西 这是一种积极的菩萨精神 优于一般所谓的竞争形态 可以称为良性的竞争 是一种合理公开公平的竞争 竞争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让自己成功打倒他人 而是他人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自己要做得更好 还要比他人做更多的贡献 在许多佛经中 例如法华经 地藏经 金刚经 都曾出现过较量的观念 较量的意思就是 做这件事比那件事好 这个功德比那个功德大 这样的身份比那样的身份更好 推就起来呢 这就是竞争 但不是与他人增战 而是自己与自己竞争 这样做不是为了凸显自己 也不需要和他人打得头破血流 而是一种力量的发挥 这种竞争不仅使社会大众得到利益 同时也是一种自我的陶冶 与训练 可以帮助自己成长得更快速 更健康 也更健全 在佛教里呢 这种与自我的竞争称为精进 是永远努力不懈怠 要以自己的力量来生产 制造 以取得更多对他人有益的资源 所以不要误会竞争就是自私的 也不要误会误解呢 竞争就是抢夺 斗争 诈骗 否则呢 非但对自己无益 对他人来讲 也有相慈悲 我们应该要做良性的竞争 为争取大众的福祉 而精进努力 这讲得非常的清楚 下面呢 我从优婆色戒经里面又折录一段 这是三段不同的文字 不过都读在一品里面 我觉得我们大家也可以好好的了解 有人认为说 佛教徒 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但是事实上呢 要自立立他呀 不能说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有些条件呢 还是要具足的 善神言 世尊 菩萨摩赫萨 具足极法 能自他立 自立他立 善男子 具足八法 能自他立 何等为八 一者受命长远 二者 具上妙色 就是我们身相要庄严 要端正 三者呢 身具大力 表示要非常的健康 四者呢 具好种性 印度呢 有等级啊 有这个差别 他有这个不同的种性 那现代的这个语言呢 就是我们要有身份地位 具好种性 五者呢 多扰财宝 六者呢 具男子身 我们看这一句的时候呢 应该想到 两千五百年的社会 那个社会里面呢 男众呢 是占便宜的 那今天呢 就不一定了 七者呢 言语辩了 八者 无大众位 在大众之中 毫无 这个 部位 三男子 菩萨 所以求偿命 欲为众生 赞 菩萨 故 为什么要长寿呢 因为告诉众生 菩萨 生者 可以长寿 菩萨 所以求上射 为什么要端正自己 让自己的相貌 能够庄严呢 为令众生 见欢喜 为了让众生 看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欢喜 他要欢喜 菩萨 所以求上种性 为令众生 生恭敬 因为呢 我们有身份地位的时候呢 众生就自然的恭敬 今天某某人说话 他没有学历 我们可能就不一定要听 如果他说 他是哈佛的博士 哎呀 我们就要听听看 菩萨 所以求聚足利 为欲持戒 诵经 作禅 为什么要求健康呢 因为要持戒 要诵经 要作禅 菩萨 所以求多财宝 为欲调福 诸众生 为什么要富裕呢 是因为调福众生 帮助众生 菩萨 所以求男子生 为欲尘气 圣善法 能够在社会上 做一番事业 好好地跟众生结缘 菩萨 所以求语言变了呢 是为诸众生 受法语故 要把佛法告诉对方 菩萨 所以求不为大众 为欲 分别真实法固 能够在大众之中 中流砥柱 维持 这个善法 维持正义 接着呢 我们再看最后 善男子 菩萨 菩萨 摩赫萨 有八法者 具足受持十善法 乐以化人 具足受持幽婆色界 乐以化人 虽有妙色 终不以事而生交慢 虽持境界 多闻精进大力 好性 多扰财宝 终不以此而生交慢 不以患或欺狂众生 不生放异 修六合境 菩萨具足如是等法 虽父在家 不亦出家 如是菩萨 终不为他做恶因缘 不为众生做任何的恶因缘 何以故 惭愧坚固 这一段很要紧 意思是说 有的人身体健康 或者发了财之后 本来应该要修行 保持谦虚 保持跟众生结缘的 结果骄傲 我慢 不发财没有事 一发财 广告我慢 反而有烦恼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一段重点就是如此 善男子 若有人能不做懈怠 不要懒散 不受不贪 作恶等落 不要整天无所事事 如做大事功德实力 做大事要努力 即饮小事呢 心意如是 做小的事情也是精进用功 凡所作业要令必尽 做什么事一定要完成 做时不关饥渴 寒热 时雨非时 不要说要选择时间 我们要完成 该完成的就要完成 不管天气是热是冷 不清自身 大肆为起 不生悔心 永远不放弃 我们追求的目标 做即中起 自庆能办 这个给自己一个鼓励 赞叹精进 所得果报 如法得财 用皆以礼 这个是最后一段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什么是人生真正的竞选 第一 从自心的各种念头中 选出有意的正念 第二 把与人的比较心 转成与古德看齐的志愿 第三把竞争心 进化为正经进 广修福慧 我从小就怕比赛 我到佛学院的第二年 学校为了鼓励大家演讲 就开办一个演讲比赛 老师要我参加 我当时就觉得说 演讲就演讲 为什么还要比赛 我不参加 所以我觉得 好像这个竞赛的心 我不太适应 我不喜欢竞赛 竞争 但是学佛之后 我知道从英国法中 我要保持精进力 我要弃而不舍地 把该做能做的事情 不断地 如法地去做 从英国的观念来看 只要我们精进 毫无 懈怠地 这样子来努力 我们一定会有收成 一定会有成果 这是不要争的 争来的不是真的 努力的成果才是真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信念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